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涂炭生理 只为一心入魔 中魁 千年日时将临 昆仑山灵力解退 妖魔定会趁机生事 昆仑山脉与妖魔之戟相连 一旦打开 人间将万劫不复 天庭令你立刻前往 照顾昆仑山度过此劫 顱万劫不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年日时即将到来 魔警开启便是我妖界崛起之时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寂静时机已到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兎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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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兎� 修行只为断恶修善 造福世人 而你 促害生灵 依信只为辱魔 我岂能坐视不管 何为恶 何为颤 先进又何曾善得过我妖界 在这三界当中 非有强者说了算 冰婉不灵 今日 我便替天行道 收了你这妖孽 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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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过来 快撤 剩下 劲 冠王 终于你是协助我崇拜之力 不认我也是不死之身 遇到我天 只要有我仲傀在 族然你有不死之身 你休想离开此地 此道令到海空出荒野 今日就让你死不丧生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盔 为什么是 就给你小小精神 一下强了 天地万物 众生平等 即便是妖魔鬼怪 也终究在这道法之内 优优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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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张儿 钟馗天师在上 弟子张燕宇请求此福 助我相妖除谋 师兄 师父是不是又要下山了 当然了 师父每次下山前 都要拜拜 那你说 他在里面唠唠叨叨的不停 都生些啥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想知道 这次能不能带上咱来 你可拉倒吧 千万别叫我 这种不要命的事 我才不管干的 那在这干什么 你们两个臭小子 不好好练功 整天有手好心 您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嘿嘿 师父 师父 您是不是要下山 听闻蒙山一带 常有狐妖出没 为师去看看 恳请师父带上弟子 弟子愿助一臂之力 还一臂之力 就你们两个整天有手好心 不好好练功 不给为师添麻烦 就是万幸了 师父说的是啊 这次我和师兄 一定老老实实 是在家勤家练功 别耍嘴力的 师父 师父 您慢走啊 师兄啊 我都一个月没吃上肉了 我太难了 你脑子里除了吃 还剩什么 我八斗就是为了吃而活的 吃不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叔叔 你每天吃那么多 你也不找肉 你是不是浪费粮食 要不师兄带你下山 你又私自下山啊 上次和你下山差点就回不来了 肉和命 我还是选择保命 小师父 小师父 这位大爷 您是来供奉神灵 还是遇到山精野怪呢 若是祈福呢 请摆上大猪头 我们这儿的神灵啊 是有求必应 我是山下花楼的管事 最近好几个公子莫名死在里头 此相极为罕见 怀疑是妖怪所为 若是小师父能查明原因 好处自然少不了您的 师父不在 您请回吧 等一下 降妖除魔 刻不容缓 况且师父也不知道 猴年马月才回来 等他老人家回来 花楼的管事 都死光了 这位小师父说得在里 那就还请两位出手 救救咱老百姓啊 八斗 师父平时是怎么告诉咱们的 在老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 及时站出来 为老百姓排友解难 师父不在 我哪知道遇到什么妖怪 我长这么帅 我可不想迎来走失 你呀 放心不下师兄 我们答应了 这是定解 不要买我 小师父您收着 这事好说 您回去吧 那我先告辞了 我们带上法妾一边上门相邀 来 师兄 能不能等等我 你能不能快点 我可说好了 要是咱打不过就得跑 只要你好好配合我 我保证让你吃上瘦 走吧 这可说好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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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咋 要说这降妖除佛谁最强 自然是我师兄 卓清风莫属 虽说在下降妖除魔不计其数 不是在下有多厉害 是因为在下手里有道宝贝 对 什么宝贝呢 这位兄弟问得好 没错说的就是你 我没问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我本来就没问啊 正是在下手中这道皇服 不仅能强妖除魔 消邪必栽 把她冲入水中喝下 姐姐 这两个小道士 到底在耍什么话呀 盯紧他们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到底要干啥 那这个 你闭嘴 我想问 反而又不让我问了呢 因为你问了也白问啊 因为你实在是太胖了 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还是少来为妙 那你真太胖了 灵不灵啊 不会是江湖骗子吧 这还能处暴走 灵不灵 见我师兄出手便知高低 亮亮亮亮亮 studio 镇布 你靠低 symptoms 镇布 一百两我要十张 这一里都有都有 都有都有 姐姐 她飞过来了 总算找到你们了 臭道士 既然你自己找死 我便挖出你们的心肝肺 给我做下酒菜 那我今天好好会会你 阿昭这么忙就不接这一单了 晚了 刚刚看把你给嚣张的 这么漂亮 杀了贵可惜的啊 刚刚没吃了你 算你命的 还不赶紧收了他 愣着干嘛 真想娶回家啊 原来是蜘蛛精啊 道长 请慢走 道长 太感谢您了 道长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 为了接这单 差点把小命弄丢了 回去啊 咱们吃点肉压压精 你啊 可得把这个收好了 要师父发现了 小心啊 扒了你的皮 这可是我的命根子 再怎么说也不能让师父发现啊 行了 我们回去吧 劳烦真人为他们抄肚 你师父张言语道法颇深 为这几只小妖抄肚不是什么难事 你为何每次大老远跑来我这里 真人书下了 家师志在降妖除魔 一心维护正道 道法之下众生平等 他又何必执念于此 真人教训的是 清风定当牢记在心 下往常一样挂在西乡院的轮回树上便可 这蜘蛛贫道自会超度他 谢过侄儿 真人 谢过侄儿 谢过侄儿 好 谢过侄儿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师想必也是来挂这轮回绳的吧 大师 大师 你是妖 大师法眼 小女子名叫玲珑 确实是妖 你胆子倒挺大 妖都怕捉妖时 你却不怕 这棵轮回树 是赵真人终为死去亡魂超度而设 既然大师能来这位亡魂超度 想必大师并不是好杀之人 玲珑又何须惧怕 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 但是他浮浅 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叫卓清风 对付作恶的妖 我从不收软 如果哪天让我发现你作恶 这轮回树上 肯定会出现你的红声 肯定会出现你的红声 臭道士 我从未伤过人 你为何要如此对我 在频道眼里 妖就是妖 都给杀 ук里面 封 pushing 贼入 散开 滯 在这里 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回来啦 你干嘛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师父今天不是回来吗 给他买了点好酒好菜 那也先让我尝一口啊 师父还没回来呢 去拿几碗筷来 快吃 你们两个臭小子 果然优手好闲不干正事 不好好练功是吧 哪有 我们还 还怎么了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 您爱吃的鸡屁股 鸡屁股 香啊 师父 您今天气呼呼的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啊 我最近发现 这妖怪是越来越多 我定是昆仑山出了问题 昆仑山 昆仑山 是什么地方 昆仑山 是人妖魔三进的交界处 这每逢千年 就会出现日式天象 是昆仑山灵力最弱的时候 我想定是那妖魔出来作乱 明天呢 我也是想去昆仑山去看看 明天你们两个臭小子 跟我一块去 是 师父 好日子 又过到头了 是 对 你是 你要在我们做的 对 你 的 你要看 我 还是 要得来 对 都 你 对 对 清风哥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知道我会担心你吗 好香啊 灵儿 你做饭真好吃 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啊 今天我去了一家客栈 从老板到小二都是妖怪 那妖怪是不是很吓人 他们化为人形 来魅惑世人 一般人啊分辨不出来 那你怎么分辨人和妖啊 天府 没办法 神仙转世 神仙转世还要吃什么饭 快去洗手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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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ве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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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消散 封印再不破解 大家都会魂飞魄散 难道你秀忍心 看着大家消失在你眼前吗 可是 弯腰骨时生时灭 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我也不逼你 由你自己做决定 天空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清风哥哥 我是不是像你一样勇敢 我没有害怕 只是 我不知道接下来你一个人怎么办 清风哥哥 如果你想我的时候 你一个人孤单的时候 你一定要喊我的名字 我会回来陪着你 不会 你不会离开我的 你会一直陪着我的 你会的 清风哥哥 清风哥 我想听首曲子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 玲珑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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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珑 姥姥? 嗯? 随我回去 姥姥 我 人妖疏途 世人是不会接受你们的 为什么呀 姥姥 天命如此 走吧 来啊 过来啊 公子 这 这 来啊 公子 来啊 我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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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吧 明早再走 师兄 师父挑个荒山野岭露营 师父真是有多狠眼儿 你说什么 嗯? 我说师父每次都露宿这荒山野岭 一定很辛苦 嗨 哎 咱们修道之人 不光是修身 还要修心 公子可愿留下 与我姐妹三人 长相三世 有如此美人相伴 小生做鬼也愿意 公子 你果真 做鬼也愿意 愿意 愿意 有妖 哎师父 师父 等等我 妖孽 臭道士 师父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我 哎 一二三 你们还挺团结 臭道士 死到灵头了 还不知道 嗶 啊 啊 她 这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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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 不能 火灵阵 能为本军祭阵 也不忘本军对你们的栽培 这可是本军特为你准备的坟墓 你可别不领情了 你也是何方有你 到底要干什么 你已是将死之人 我是谁对你的辱并不重要 区区破灵阵就想杀我 但我破了这灵阵 我将你随时万段 杀不死你 就困死你 我破了这灵阵阵固 我破了这灵阵阵固 我破了这灵阵固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我都知道 我还没关系 这个灵阵固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是不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只不过是几只小妖 难不倒师父 这什么味道啊 好香啊 原来是女人的香味啊 好漂亮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玲珑赶路经过此地 见天色已晚想在此就送 没想到在这碰到清风大时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 别啊师兄 你怎么忍心让如此漂亮的姑娘 在这荒山野外赶路啊 这万一 要是碰到什么山精野怪 这还不被妖怪给吃了 原来你叫玲珑姑娘啊 我叫莫巴斗 我莫巴斗啊 可是很厉害的捉妖师 由我保护你啊 保证那些山精野怪 不敢靠近你 玲珑多谢巴斗师父 她本身就是妖 何许你来保护我 有 有 你别过来 我 我可是很厉害的啊 巴斗师父莫要惊慌 玲珑并无恶意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我师父马上回来了 他可不管你有没有作恶 到时 恐怕你难以脱身 不 不 师父回来了 跟我走 师父 你终于回来了 清风呢 清 清风 师兄 有妖精 师父向来都喊臭小子的 干什么呢清风 师父 你回来了 去去几个小妖 不是为时的对手 没事就好 有妖气 师父 可能是 那几只妖留下的妖气 对啊对啊 好 先休息 明天还要赶路 师父慢走 怎么回事 回来再告诉你 帮我拖住师父 快快走 快快走 被师父发现 你必死无疑 师父 妖无膩 师父不要 师父 它不是你想象中的妖 妖就是妖 以为它没了心情 闪开 师父 快快走 快走 快走 都干什么 师父 你一直告诫弟子 道法无天 众生平等 他并没有作恶 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 闻师相遥无数 自然懂得分辨善恶 你道好上去 还不能识破他的心情 什么神剑 是执念 你滥杀无辜 放此 闻师还轮不到你叫 闪开 师父 师父 快走 快走 出声 师父 祁风师父 不管了 师父 不要再拿了 放开 放开 不要再拿了 快 快 祁风师父 起开 你是个妖女 都怪你 害得师兄被师父打 我杀了你 八头 师兄 你没事吧 你不要怪他 师兄 你因为他被打成这样 你怎么还护着他 这不关他的事 是我听穿了师父 师兄 他伤势严重 我看 还是把他带到万妖谷 请姥姥为他疗伤吧 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走开 你这个妖女 别以为师兄护着你 就不敢杀你 你不信我也罢 等救了你师兄 再杀了我也不迟 要是师兄有什么三山两短 我定饶不了你 拜见真人 千年日事就要来了 人物已经交到玲珑手里 能不能拔出剑破了这个封印 就靠你们了 否则你也要随同这些废妖 一同堆葬 还请真人放心 属下已有计策 定能让他破了封印 如此便好 要是破了封印 我便助你杀了他 魔境开启 魔能涌出 你我便可一起入魔 获得永胜 属下明白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到万妖国 否则天黑下来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到万妖国 会有危险的 好 到了到了 我们终于到了 万妖国 放心吧 不要 我要是有一家害你们 何故把你们带到万妖国才下手 现在你师兄情况越来越糟 我希望你相信我 好 好 走吧 慢点 谁来了 人家有闻味呢 两个人呢这是 怎么进来的呢 怎么进来的呢 走走走 来 这边 走走走走走 别看了别看了 小玉 姐姐 你回来了 快快去请姥姥 好 走吧走吧 老拉 它怎么样了 她全身经脉禁断 真缘在流失 法力恐怕也无理将她回天 你胡说什么 我师父怎么可能对师兄下毒手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凶 好心帮你救人 你还出口伤人 就是 好了小玉 姥姥 求求你想想办法 一定要救救她 她不能死 办法 倒是有一个 姥姥你要什么 你尽管说 我这就去帮你取来 围巾 只有将一颗千年修行的妖丹 送入她体内 或许 她还有一次生存的机会 只是这万妖谷 都是一些没有修为的药 即便是有 又有谁愿意将自己修行的妖丹 拱手相送呢 我愿意 万万不可 没了妖丹 你会死的 就是 现在救人要紧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 玲珑 你可要想好了 妖丹一旦失去 你将会失去千年的修行 打你 我会有什么好想 你要想真的 你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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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兄 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玲瓏就不打扰二位休息了 姐姐 姐姐 你为何那么傻 千年修为都给了他 他是因我而伤的 我怎能忘恩负义 况且 他是能救我们这里唯一的人 我怎么能看着他去死呢 姐姐 为了大家 你的牺牲太大了 如果用了我玲瓏千年的修为 换取这里所有人的性命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姐姐 是 玲瓏已经献出腰胆 一切都在您的计划当中 好 不出几日 你我便可得到永生 是 Untung 我便走 我便走 能走 你可得到你 他知道吗 他知道了吗 我便不应该 我便乱了吗 我便有了吗 我便利了吗 我便不应该 我便便宫 你便你 但是您能不能打算 我便宜时 姑娘 师兄 你终于醒过来了 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恢复这么快 那还不是因为姐姐 小玉 这里是弯妖谷 是谷里的姥姥为你治的伤 弯妖谷 清风师父放心 这里所有的腰都跟玲瓏一样 从未伤害过一人 不是这个意思 你身体刚恢复好 不如玲瓏带你出去走走 来 这边走 你就是猪药师吗 我是啊 那你是小妖怪吗 我是兔妖 你会做我吗 那 你有没有做过坏事啊 什么是坏事 有没有吃过人 我不吃人 我不吃人 只吃草 那哥哥就不抓你 哥哥只抓坏人 那你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当然可以啊 我有这儿 许的朋友了 我 我就你呗 来 干杯 我怎么说啊 当时 不是我 抽出那把剑 就往那儿一挥 马上 真假 真可惜 你再喝 来 来 来 坐着 干 来 干 干 干 喝 干 干 干了啊 干 喝 来 我和师兄啊 那都是一等一的祥妖师 什么样的妖媚剑 干了 来来来 你不请这个 来 我来来 你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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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最喜欢来这里看温妖谷了 那个时候这里真的好美 万山的鲜花 不像现在 万物凋零 没有一点希望 我想 唯一没有变的 可能是我们头顶的这论月亮吧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 当年我回青秋探亲的时候 受了伤 被以为过路人所救 之后回来 就变成这样了 那现在这里变成这样了 就没有想过回青秋吗 我想过啊 可是我放不下这里的一切 这里有姥姥 有小玉 还有很多我舍不得的人 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 这里会回到以前的样子的 是啊 千年了 我仿佛又看到了万妖谷以前的样子 我们谷里的小妖 从来不出去害人 我们会像今天晚上这样聚在一起 有说有笑 真的好开心 五条 我见你了 说什么 什么 我愿意 我会不会 发生了 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 你真的是中药师啊 那我又不是妖 你怕我干嘛 不是不是 我是怕冒犯姑娘 公子 我生的火 你要是冷的话 过来暖暖身子吧 谢谢姑娘 别叫我姑娘 我叫灵儿 天灵灵地灵灵的灵 我每天在这里采药 没想到 今天会下这么大的雨 灵儿姑娘 你这笛子挺特别的 这笛子是师父送我的 我平时除了捉妖 都很无聊 无聊的时候呢 我就拿出它来吹 吹着吹着 就不无聊了 那它的名字 应该叫 有趣 有趣 你这笛子挺特别的 它的名字叫 有趣 也不知道师父现在在哪儿 你这笛子 occupation 有趣 就是 不看 来 来 来 玲珑姑娘 我是来告别的 你伤好了吗 觉得感觉恢复差不多了 前几日顶撞了师父 让师父生气了 我准备找到他 向他道歉 这一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 等我向师父解释清楚 我一定会来万羊谷找你 好吧 你情况怎么样 还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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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救命 老公 这是怎么回事 都是因为昆仑山上的那把魔剑 魔剑 没错 那把魔剑已经身成魔灵 将我们困在这里 每个月都会到这里来 吸收我们的妖灵 我对这把魔剑一无所知 我如何救你们 魔剑 昆仑 像是一把小魔剑 你们会不会搞错了 对啊 要不我们先找到师父 让师父想办法 师父说了昆仑山有妖魔一动 我想他很快会来到这里 我受够了这粒窝囊 于是在这里等死 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把死的给我上 滚 滚 不要再试了 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都回去吧 等等 师兄 你想干嘛 我想试试 你疯了 这绿窑魔枫叶 一旦拔出死剑 还不知道造出什么鬼东西来 无论是什么 不能让这么多条生命 白白牺牲 道法之下 众生平等 无论里面是什么 是妖 别杀药 是魔 别杀魔 清风哥哥 放心吧 放心吧 师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秦风哥哥 这下我们都有救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赶紧先走吧 快 走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赵真人 我说过 我们千年之后肯定会再见 你不会忘了吧 钟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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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今天我自然会让你四个明白 千年以前 你用小魔戒将我封灭于此 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原神早已飞身 你封住的只是我的肉身 于是我用我的法力 将这些没有用的小妖全部紧固 每月洗食他们的妖灵 来补充我的法力 一千年了 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原来万有谷的一切 是你造成的 没错 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千年日食就要来了 这么伟大的盛况 怎么能没有你的见证 妄想 恐怕你见不到那个时候了 师兄小心 臭道士 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会是你 就凭你也想想住我 实不相瞒 这都是赵真人设的局 我只是假意被你抓住 就等你把我送到赵真人手里 哦 对了 能破解这个封印 你身边的小狐狸 功不可没 你们 把姥姥怎么了 你们的姥姥已经灰飞烟灭了 我跟你拼了 我要把姥姥帮手 赵真人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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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不 小小姐 右边是过来啊 臭死 两位 杰军 救我 没想到师父送我这个东西还挺意义的 原来是个宝贝 救我 杰军 杰军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你们两个臭小子 平时有时候好些不好好练功 关键时刻竟给为师丢脸 张彦宇 你我同是修道重任 不如联手杀了这小子 打开魔井可修成魔道 得到永生 谁跟你是同道重任 我是人 你是妖 好 既然你一心向死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我优优独言 我都不得了 我优优独言 我优独言 我优独言 不得了 很难 我优独言 我优独言 你让我的心 你让我优独言 我优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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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你 你带来 你绘独言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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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中魁 你将我封印于此千年 受尽折磨 以笔之道还笔之身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师父 你 师父 你是种鬼天使 下辈子 下辈子我给你当乌弟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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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屁啊 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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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师父 八道师父 玲珑 玲珑 清风哥哥 。 八道师父 八道师父 九像 终葵 去死吧 终葵 你终于显身了 来吧 终于显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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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显身了